重新影響 中文字幕 攝影比較視覺的語言 音樂是比較聽覺的 那視覺的東西 後來對我產生的影響 或是對我自己這個人的連結 比較大 所以慢慢就開始走向影像的部分 視覺對我來說是一個 比較神秘的東西 尤其是像攝影 它是凝結的一個影像 它無限的逼近於真實 但是事實上它離真實 又有一個很曖昧的距離跟關係 時時刻刻攝影的意義 都不斷地在改變 所有藝術類別裡面 跟科技最無可分割的 這跟人類發展也有關 所有最新的科技 為什麼老是首先被應用在視覺上面 因為我覺得人是非常視覺化的一個動物 我們總是靠著視覺去瞭解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什麼就相信那個就是真實 透過視覺的方式去了解周圍的世界 去用視覺的方式了解我們自身 對我來說攝影創作比較像是一個行為藝術 我用不斷重複的行為來創作 這樣子的行為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複 跟我們使用影像 現在的攝影像氾濫的時代 我們每天不斷地在重複地接受各式各樣 千千萬萬不同的影像 這些不斷重複的影像使用方式 因為創作行為重複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每天在同樣的時間 我就逼自己回到同樣的地方 然後用同樣的一格底片 同樣的相機鏡同樣的構圖 然後曝光一次 然後累積了大概十幾天 在同一格底片上面 最後才完成一幅這樣子的作品 我們的生命不斷地重複 每天做同樣的交通工具 到同樣的一個地方 在同樣的時間 開始做類似的事情 到底為的是什麼 那有沒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 這樣子的系統裡面 到底我們自己每一個人不一樣 但是我們到底算是什麼 我不會只把攝影當作是攝影 不會只在講框框裡面 或者是平面上面 內容的一個故事 我喜歡站在影像的後面去想 影像除了在平面上面 除了在框框裡面 它背後究竟是什麼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擴展的方式 就是我把我小時候的照片 拿去印記上 印出來的結果 我再拿上去印印 然後印出來再拿上去印印 不斷地重複印一直印印 到它最後變成剩下 很模糊的一些雜訊 那我就是把劣化的過程 每一張都把它疊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它演變的過程 因為你記得的就是你相信 同一段回憶其實 都是對於那個回憶的一個影響 一個半夜一個奇怪的人 到底已經一直去 拍同一張照片 可能覺得我精神有問題吧 那在半夜時間 剛好是他們Seven在上下貨的時間 他其實也一直不斷地 在做同樣的一個動作 他就是不斷地在拿貨 然後不斷地在上架 所以當他就是我們兩個 都彼此心照不宣 在各自做各自重複的行為的時候 在我心裡就忽然有一種同步的感覺 我好像跟這個社會 產生了一個連結 我好像忽然變成一個 有用處的人一樣 我會不會是在超過程的人 我會不會是在哪兒 因為我會不會是在那兒 我會不會是在哪兒 我會不會是在哪兒 我會不會是在哪兒